据说他的厨艺难破四大产气 他能烹饪尽千道美味佳肴 他是一台地地道道的机器人 与专业厨师同台竞技 机器与人的较量究竟谁能胜出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机器人大厨 机器人大厨 这里是位于世博园内的上海企业联合馆 在三楼一间不算太大的展宫里 聚满了围观的群众 跟群众不时发出掌声和惊叹声 究竟是什么这么吸引大家呢 就是展厅里的这两台机器人大厨艾可 第一次都一起吃 第一次知道 那个未来机器厨房机器人做的菜啊 早在二十世纪初期 人们对于机器人代替人类劳作就有着无限的梦想 然而 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 这只能是出现在电影中的镜头 而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 机器人这个概念 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遥远了 特别是一些服务型机器人的出现 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人类劳动 可是会做菜的机器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工作人员先将一个提前准备好的料盒 放在机器人艾可的架子上 这个料盒分为四个小盒 分别装着主料辅料及调料 艾可能自动识别菜肴种类 在控制屏幕上点开始键 机器人艾可便开始工作起来 连火往锅里加上油 此时 位于机器人顶端的红外测温装置 将锅内的温度反馈到控制系统 一会之后 料盒从一旁的小窗户伸进锅具上方 将物料投入锅中 这时 一直位于锅具上方的锅盖和搅拌装置开始工作 翻炒几秒钟之后 加入配料 淀粉勾芡 惊喜出现了 一个漂亮的翻锅 前后不过两三分钟 一份宫宝吉丁就出锅了 之后 机器人竟然又开始动起来 他要干嘛呢 竟然是洗锅 整个过程都是自动的 一按按钮就完成了 家里要有一这么东西多好啊 你这回家各种料理给他一搁 他自己就给你炒了 而且关键是他还能洗锅 这可太方便了 但是可能挑剔的观众会说了 咱们中国菜那可是中国文化当中的一大招牌 你不能让他把咱这招牌给砸了 没错 这话有道理 咱们得请咱们当时现场的观众 让他们尝一尝 这个机器人炒出来的菜味道好不好 刚出锅的宫宝吉丁 现在就请大家尝尝吧 味道怎么样 跟人炒的差不多 嗯 挺嫩的还挺好 你尝尝一下 嗯 还可以 还可以 味道不错 阿门您是自己在家做饭吗 做的 您觉得跟您的手艺比起来怎么样 那比我手艺好多 再来一盘清炒虾仁 大家又会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没有炒 它炒的好 它这个炒的很 就是炒虾的话会炒得比较的嫩 这个火候掌握得比较到位 很清淡 这个虾仁是不是很咸 就是蛮适合人的 不是现在提倡嘛 提倡的低脂肪 低糖 低油 那种 跟大厨差不多 不会太差 在一片称赞声中 也有人提出了疑问 口味是很好 但是前面很多功能 多让人们做点 目前这台机器人 所用的食材和配料 都是由专门的工业生产面提供的 每一道菜都有相应的独立料盒 比如包括做这道菜的 所有食材及调料 那么艾可除了会做工宝鸡丁和清炒虾仁之外 还会做什么呢 鱼肉应该是一道不太好料理的食材 因为鱼肉本身肉质太软 在锅里如果不去翻动 它就会焦 但如果拿铲子去铲 又很容易把它弄烂 如果让机器人艾可来做鱼肉 它会表现得怎么样呢 这道糟香鱼柳 看上去一点也没有炒焦或者炒烂的痕迹 每一块都很完整 闻着也是很香 那么这样的一台机器人 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是谁发明给创造出了它 刘信宇 机器人艾可的发明人 我生性 从小就是喜欢吃好吃的 但是呢 很懒 不喜欢做 也不会做 有没有办法 能够很简单的 能够 让人能够吃到 很好的 很好的食物 这个在八年前被直呼视天方夜谭的想法 今天成了信实 现在的艾可分为燃气型和电磁型两种 能烹制各种菜系 进一千道美味佳肴 大家都想呢 早点就达到这个生活 未来的生活 我们就这样 挺神力的 那我们就可以解放了 中国人对于吃是很讲究的 要又有饭又有菜 要荤素搭配 还要营养均衡 中国家庭平均每天 用在做饭上的时间 大概是两小时 虽然我们的厨房中 已经有了一些机器 比如高压锅 微波炉 但它们的功能都比较单一 完全不能满足 中国人对于吃的要求 在西餐领域 机械化的生产 早已不是什么天房夜谈 这给西餐带来了 口味和品质的一致性 然而中餐却很难做到这样 中餐目前都是手工操作 凭厨师的经验 来进行契配烹饪和调味 尝尝不同厨师做出来的菜 口味上天差地别 哪怕同一个厨师做出来的菜 也完全有可能今天好吃 明天就不那么好吃了 在烹饪中国菜时 厨师的经验 起着关键作用 过了一个设备之后 可能我不适应 我的身体因素 比如我昨天身体健康 今天我感冒了 等等这样一些因素 都有可能会导致 我们厨师做出来的时候 菜肴的质量一起复 中国菜肴的烹饪工艺太复杂多样 常用的烹饪技法就有炒 煮 烤 蒸 炸等等 光煮一项就有炖 会 熬 卤 烧 焯等等 帮忙烹制一道菜肴就得用到多个烹饪工艺 因此中残至今仍是受工之作 我们实际上是想去实现一个梦 有很多事情会从比较理想的方面去看 而且我就比较傻 相信这个理想是能实现的 不像很多人碰一碰 觉得难就算了 觉得做不中算了 刘信宇发明出艾可 已经花费了数千万的资金 期间经历了八年 甚至更长时间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更是一言难尽 知道它难 但是没有想到它有那么难 实际上我们很多次都是问到没路可走 对吧 但是我们不管 我们就是要往前走 走着走着就走出路来 这是2004年2月 刘信宇在国内某著名机器研究所的帮助下 花了23个月的时间 做出来的一台炒菜机器人 当时我们一看了 因为它这个运动的过程和它这个手臂的动作 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菜是无法实现的 上头 不管 表扮 可能这个设计者呢 刘信宇意识到原来自己做了这么久的烹饪机器人 却一直不懂 什么是烹饪 讲到这个人也非常的好啊 他们问的问题可能是从 一个机构设计的角度 就是你每个动作 哪个动作对我是有用的 他们说 为什么你要晃了一下呢 晃了一下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厨师经常翻过 他说 为什么要翻呢 为什么有的车要翻 有的车不要翻呢 十几天的学习和归纳 最终让大家从几千种烹饪方法中 找出了最核心的 也是最具中国菜肴特色的一种 急火快炒 同时大家找到了专业厨师 与一般家庭祖父在烹饪时 手法上存在的巨大区别 我问了好多人 那说中国烹饪铲子动作主要呢 还是锅动作主要 好多人说是铲子 因为它可以搅拌嘛 大家自己做的话就这样 实际上呢 在专业厨师做的过程中 锅具动作是最主要 你看厨师手 拿一个勺 然后主要就是锅 对吧 他的勺是帮忙 厨师在整个烹制过程中 主要是让锅具动起来 这种手法可以保持锅内菜料形态的完整 并使其均匀受热和调味 然而具体的一个动作 人来模仿和学习是很容易的 人的肢体是多么灵巧啊 可是机器是没有生命的 如何让他们来实现这些动作呢 机械专家需要找出锅运动的轨迹 即运动速度和力量 将它们具体化 数字化 再变成控制程序 输入到机器上 有一个仿生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呢 如何把人的手臂的动作提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视觉 又通过传感器 在专家的帮助下 机器人艾可 能不能学会人的翻锅动作呢 2006年初 一个初步学会翻锅的装置诞生了 可以看出来 当时煎鸡蛋的动作 还是要人辅助完成的 翻锅的过程也需要不断调整 寻找最佳的位置和状态 第一回合 鸡蛋只翻过来一部分 失败 第二回合 鸡蛋翻过来已经碎了 失败 这个换锅吧 相对简单 因为我们好多机构都能实现 去取柄环管机构都可以实验 但是如果是你要钉销的话 它就比较复杂 物料不太容易控制 它要离开锅 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技术 一次次的实验 锅里的物料不是没有完全翻过来 就是翻出锅 这个力度和巧劲非常难控制 蛋翻出去 鱼翻出去 翻到到处都是的 翻不过来的都会有的 大量的实验 光我们买锅 买别人的锅 买别人的材料 做实验 上万块钱 几万块钱 做 第三回合 这一次的蛋饼比前两次都大 它能成功吗 成功 我们讲一个真正好的厨师 你每个七八年的功夫是根本下不来的 从一开始学怎么挑选食材 然后怎么去切菜 然后怎么去炒 怎么掌握火候 什么时候该放什么料 天南海北各地不同的菜 虽然都是菠菜 但是味道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怎么把它加工的 让大家能够喜欢 怎么炒出你个人的特色来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要不咱们说全中国会做菜的人 那比比皆是 真正敢说自己炒菜 已经炒到超一流水准的能有几位呢 就这么一个家伙 他居然也能够炒菜 而且有人反映他炒菜菜味道还不错 这个真的挺人怀疑的 要不这么走吧 咱们干脆找一个真正的厨师 来跟他比一比 看看谁厉害 今天 机器人大厨艾可 就要在这里与专业的厨师 一蹶高下 从来还没听说机器人炒菜 我认为我始工炒的 肯定要比机器人要好一点 张正阳 国家特技厨师 从业近三十年 擅长淮扬才制作 我们选择了两道具有一定烹饪难度的淮扬菜 银芽机丝与杭椒牛柳 来作为今天的比试内容 后厨正在紧张地准备着 双方比试的两道菜的原材料将会按照完全一样的标准来配备 随后会有21位评委现场试吃和牛柳 结果会怎么样呢 比赛正式开始 艾可的操作者 我们选择了一位完全不会炒菜的小猪 对艾可的操作 小猪也是在比赛前五分钟才学会的 首先做的是银芽机丝 这道菜对于火候的掌握及炒制手法的要求非常高 首先机丝在锅里很难划散开 而豆芽炒上一会儿就容易出水 因此一般的淮扬菜厨师也很少能做好这道菜 机器人艾可按部就班地工作着 张大厨则表现得小心翼翼 而此时的小猪就显得悠闲许多 在一旁看起杂志来 第一道菜几乎是同时出锅了 紧接着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菜 糖椒牛柳 艾可因为要装盘以及安装料盒 因此动手的时间比张大厨晚了一点 小猪更换上新的料盒 机器人艾可就重新开始工作了 糖椒牛柳对于火候的要求同样非常高 火候烧茜 则牛柳不易熟 火候过了 牛柳又老了 让大厨一如既往的小心应战 而小猪仍然是悠然自得地看着杂志 甚至忙里偷闲 拿起手机来 两分钟后 艾可竟然抢先一步完成了这道菜 从炒菜速度上看 艾可似乎略胜一筹 那么口味上呢 我们现场请到21位评委 他们每人手中都握有一颗乒乓球 他们将在完全不知道 哪盘菜是谁做出来的情况下 纯粹按照个人口味的喜靠来投票 第一道菜 银牙鸡丝 十比十一 艾可显胜 第二道菜 杭娇牛柳的试吃 开始了 五比十六 张大厨大比分落败 这结果让张大厨感到很纳闷 他禁不住也要来尝尝 机器人艾可炒的菜 为什么艾可竟然能够打败 从也近三十年的张大厨呢 实际上 我们在输了这个菜的时候呢 配方啊 龚柳鸡丁啊 鱼香的 清扫下的 这个配方是哪来的呢 都是我们请各个菜系最有名的厨师 手把手交出来 他先做一遍 能机对比 做出来的这些数据 我们把它采纳下来 采纳下来以后呢 用这个原始的数据 收到电脑里面去 给机器做 原来艾可的手艺是得到了国内各大菜系掌门人的真传 其中包括高炳毅 周小燕 林振国 史正良等国宝级的烹饪大师 而几位师傅也都曾在公开场合感叹自己的爱徒 艾可是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第一个号 本身呢 这个菜脚的斗位率 就好 第二个 稳定性 它炒湿分出来 可是是一个口味 然而 口味的标准化之后 又带来了新问题 中国人吃饭喜欢换口味和创造新口味 虽然艾可目前已经为同一道菜肴提供了多名厨师的烹饪手艺 以供选择 但它还不能实现调节和创造 它是一个具有一定智能的一个机器人 但还不是一个智能非常高的机器人 这个呢要做智能程度非常高的机器人 还需要加好多爽感器 还需要我们以后共同努力 艾可作为中国人自主研发的第一台烹饪机器人 它的诞生也是让所有人为之振奋 然而研发者们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 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 那就是家用烹饪机器人的研发 实际上这是我的一直的一个心愿 我一定要把这个家用机做出来 让这个家用机真正走就千家万户 这才是我在认为这个是成功了 没准再过多少年 你看咱们是现在夏季 您到各大商场 尤其是这种家用电器商场 你看吧 那是冰箱在打价格战 彩电在打价格战 空调在打价格战 过多少年之后 可能也就是这几年 您到家电商场 一看全都是炒菜机器人在打价格战 那个时候真正受益的就是咱老百姓了 咱得看一看 这个家里的机器人 来到了之后 我们家的餐桌的口味 是否能够变得丰富多彩一些 这对于很多不会做饭的人来说 绝对是一大福音 科学的力量是什么 那就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便捷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是五米米长的筷子插进头颅 孩子面色苍白 哭泣停止 生命危在旦夕 筷子该如何拔出 幼童能否脱离险境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筷子招来的碰祸